今天就想跟大家講另外一些話題 我就今天想講一講究竟怎樣去幫一些喪了親的親朋職友 這件事其實在我做醫學生的時代其實都有教過 醫生都會面對這些生離死別的事情 但就講得非常之少非常之簡單 沒有想可能一堂半堂 我記得最經典的模特兒是五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否認 不會是真的不會是事實 他沒事的他明天就會出院 然後就是憤怒 我覺得很生氣 為什麼會這樣的事都會發生 為什麼會發生在他身上 為什麼會發生在我身上 為什麼隔壁隔壁那個 那個壞人都未死 做了那麼多壞事 我做了多少好事 為什麼我又這樣 跟著也有一個階段就是barkening 就是討價還價 就是跟上天或上帝討價還價 如果我這個病好回來 我就會做什麼善事 如果你給我最愛的人給我 我就去還神 我就會捐多少錢給誰誰誰 那些之類的 另一個階段就是depression 就是抑鬱 就是覺得很多事情已經做不到 那個人已經永遠離開 或者健康已經永遠喪失 那就是一個抑鬱的階段 睡不到 做什麼都沒有心機 覺得前途沒有希望 最後一個階段就是acceptance 就是終於接受 就是知道這個是事實了 沒有辦法改變了 就是無奈都要接受 那這樣子 這些東西教我們的時候 好像說到就是 那樣東西就會很清晰 由一個階段演化到下一個階段 會維持多久之類之類 但是在現實來說 實際很多人就是 在這五個階段之間 不斷地flip-flop 不斷地轉來轉去 有些人覺得很憤怒 有些人覺得很抑鬱 然後有些人覺得有bargaining 就是想討價還價 我做些什麼 你給他一些東西給我吧 很多時候就是要不斷地 糾纏了在這幾個不同的階段 情緒好一段時間 然後才接受 因為每個人的graving process都不同的 那另一件事 就是醫學院教的就是 那個人如果 他喪了親之後 那半年之後如果他沒有 他睡到覺了 他可以上班了 他基本上表面看起來 好像是 一切沒什麼東西的話 那就是說 Case Closed 可以不理他了 那我發覺這件事 也是垃圾來的 這件事就不是事實來的 因為很多人就是 因為graving這件事 就是這個喪親這件事 是很 很 它會令人覺得很孤獨的 意思就是說 你突然間 就是 失去到你最親的人 或者你最外的人 或者跟你相處了很多年的人 那 你來說 你的天已經踏下來了 你知道嗎 但是周圍的人 每天都繼續上班 上學 或者去玩 去旅行 那你會覺得自己是 是你自己才這麼慘 中間的過程 其實就好像很長 但是你說 為什麼那些人 半年之後好像沒有什麼 因為 因為這件事很孤獨 他覺得 不會有人了解他 所以很多時候 他出道去的時候 他都要上班 上學 面對其他人的時候 那你很難 都拉長 臉 個個都伸 這樣 見到這樣 個個都怕了你 所以就 很多時候 就 做個表面出來 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 有些人很客氣 問你 有沒有事啊 現在怎樣啊 沒什麼啦 OK啦 好一點啦 其實不是真的OK的 但是因為 方便 不用解釋那麼多 因為你叫 他一個很難過的人 每一個人解釋那麼多 其實是很吃力的 好很多人都不會做 那 突然簡單單 就不如說兩句話 沒事 敷衍了過去 但其實真的不是代表沒有 那事實上呢 我發覺就是很多人 尤其是 那個感情很深的話 那 為了相處很多年的話 其實 你說 兩年三年五年 甚至十年 有些人都未必走得出來 那anyway 說回來 究竟你怎樣去幫一個 喪親的人呢 同一個喪親的人 相處呢 是很award的 或者是很尷尬的 那個感覺 我想大家都試過了 你又不知 說什麼 他才會好過一點 那你亂說話 好像不是那麼好 那還有 最大一個問題呢 就說 大部分人都不太喜歡 說這些死亡的事情 因為 說這些事情的時候 就 提醒我們 我們 我們自己其實 有一天都會 離開的 這件事呢 想到的時候 很 很 很不舒服的 這個 也都是 大家不想去 跟一些喪親的人 在一起 是很 很自然的 這件事我覺得 不值得去怪責的 如果你有這樣的想法 也都不用內疚 因為我覺得 這是人之常情來的 那 如果你說 我真的 不想 我不會怎樣做 那你就 不要特別主動 約那些創新的人 出來 我覺得 OK的 但如果你真的 有些 好好的朋友 好好的親戚 真的 你想幫他 那又怎樣呢 那今集 我會說一說 你有什麼 不應該做 好嗎 我記得 我們做醫生 有個 古希臘的 叫做 那個叫做 Hippocritic Orc 有個古希臘的醫生 定的 就是說 所有醫生應該 就要 算了 要遵從 我記得第一條 應該是最重要的 就是 Do no harm 就是不要傷害病人 先 你不要適醫 不用你適醫 就是說 不要害他先 不要令他更差 這樣 那今天呢 就 正正想和大家說 一樣 對待一個喪親的人 有什麼 不好說呢 第一件事呢 就是我剛才都說過少少的 就是 每一個人呢 喪親的過程都不同的 那個感覺是 可以上落很大的 可能你自己都經過某一些 的 的 喪親 那就最好呢 就不要假設 你 明白對方的感受 因為 每個人 喪親 在乎你和你小時候的感情 那個 經歷過的事情 離別的處境 人家可能 失去了伴侶 你可能 沒有了阿爺 阿媽 那兩件事很明顯 就很不同了 最好不要說 你跟他相處的時候 我明白啊 我知道你這樣說啊 我阿爺都過世啊 我知道你怎樣怎樣怎樣 最好就不要這樣 會令對方更加難受 就覺得你 不了解他 第二件事就是說 遇到喪親的親友 你都想他感覺好些 希望你幫到他 好自然呢 那你就會過 你會好的 你覺得一段時間就會沒事的啦 過一段時間呢 時間就是最好的 醫治的藥物 這件事呢 最好大家都不要這樣說 第一呢 我不是否認大家意圖 大家那個目標是好的 你想對方感覺好些 但是好像你的感覺呢 其實不是能夠令對方 覺得好一些的 尤其是在一個 創生的初時那個階段 就是很多人呢 都不是真的想move on 或者 或者他不知道 怎樣去 去繼續自己 生活下去的 就是比如說 這個人沒有了伴侶 這樣 那大家 可能他們媽公仔幾十年了 突然間 沒有了一個的話 他有時候其實很難搞清楚 究竟 怎樣 一個人可以 過下去 他很難 imagine 過了一段時間 就真的會好 也都有一大部分人 尤其是感情深的人 其實他真的不想move on 他想抓住以往那些日子 他不想兩個在一起 那段美好的日子 那些美好的回憶 失去 他不想沒有了那段記憶的 那所以你叫他move on 忘記他 你應該向前看 那這樣 就真的很不 很不適合的 那第三樣東西呢 就想說的 就是一些宗教的問題 有很多人會有宗教 你遇到喪親的人 你很自然用一些比較上宗教的方法去 去嘗試安慰他 那這件事呢 我也是不反對的 就是生離死別的事情 很多時候是很難解釋的 為何這麼荒謬 或者這麼無理由 這麼合理 這麼無天理 或者有些情況之下的事情 都會發生 做人做得久都知道這個世界 很多事情是沒有道理的 就好像無間道都 黃秋生那句 殺人放火金腰 但修橋補路沒有撕鞋 一個親密的人離開 很多人會覺得很不合理 就是意思是說 最愛那個人 最愛我的人 就是他 那為什麼會拿走他呢 那個人對於宗教的事情 他有一些的憤怒 或者有些的排斥 是很正常的 其實如果你是有宗教 你去勸他的時候 如果你聽到他講 你那個上帝 又拿走了我那個親人 有什麼原因 他其實不是去挑戰你 不要打算人家針對你 當然你也有責任 就是說 有些宗教是比較 比較負權的 就是他覺得 不是所有人 或者某些人 某些人可能比較主觀一點 我記得有一個老人教 他跟我說 他很年輕的時候 應該三十多歲的時候 他的妹妹就無端端 因為病還是意外死了 那時候就跟他的教會 一個牧師說 因為我跟他妹妹很好 為什麼他這麼年輕 就不在 他還有個女兒 很慘 到底上帝是怎麼想的 那個牧師就說 他在一個很漂亮的花園裡面 他就專門選擇 那些漂亮的花 他才摘去 然後拿回他家 那個人聽了之後 非常之生氣 他就當場跟牧師說 上帝 與其摘了這麼漂亮的花 那不如 他應該去看真點 他不如蹲下 看一看 地上有很多雜草 那些雜草 在影響著那些花的生長 為什麼上帝不蹲下 謙卑一些 去把那些雜草先清除了 反而要清除了那些漂亮的花呢 那大家明白我什麼意思 我承認就是說 當一些生離死別的情況之下 根本很多東西是解釋不到的話 那你說各樣的宗教 你提供到答案 或者至少你給了一個安慰 怎麼都是好事來的 那但是呢 就要避免這些 這類這樣的說話 就是不要覺得自己 我們就明白了所有東西的了 你這個這樣 你不應該這樣 盡量避免咯 我今天講了很多了 如果大家有親友 遇到這些難題的話 也可以把影片分享給他 如果大家想聽的話 我們就再講了 應該做什麼事情 幫到喪親的朋友最多的 那多謝大家 下次再見 拜拜